今天早上,妇女报发文称呢 3月8日不是什么女神节,也不叫什么女王节 最美好的名字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妇女这个词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是被带上了某些滤镜 妇女节也被改成了女王节,女神节 赋予了一些独特的商业价值属性 有些人可能表示这只是一个叫法而已 有必要那么叫真吗? 其实真有必要 妇女节的原名应该叫做国际劳动妇女节 妇女节的诞生是跟劳动妇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妇女节的意义则是在于是劳动妇女创造历史的见证 是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 我国于1922年开始纪念三八妇女节 1949年12月,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 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 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妇女为争取自身的权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说到这儿,你是否明白呢? 妇女节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 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现在妇女节好像已经单纯的是一个购物节了 甚至妇女这个词汇也逐渐带有了中年、主妇、年老色衰等等标签 如果生活中评价别人是妇女,那多少已经是有点不礼貌了 但如果你翻阅现代汉语字典 妇女的定义是成年女子的通诚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满14周岁的女性就是妇女 所以从她的书面意义来看 妇女这个词本身也是不具备任何贬义的 最后还是祝大家三八国际妇女节快乐 让妇女节保持初心是对妇女最好的问候与致敬